各位同学大家好 在毕业季节来临的时候 我想要和大家分享一些关于学习的心得 我们去年开始的12年国教新课纲 强调自发互动共好这三个素养 新课纲的目的就是让每一位学生来决定自己要学什么 而我们学校和老师只是从旁支持 最后我们希望做到所谓的一生一课表 就是让所有的朋友在6岁到18岁 都可以自己设计学习的路径 找到自己的热情和志向 进而成为终身学习者 以我自己的经验来说 当然网界网路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角色 我国二的时候全球资讯网Y1它刚刚出现 当时非常多顶尖的学者都很愿意 把他们正在思考的东西分享在全球资讯网上 这也是为什么我后来决定要离开国中自主学习 因为课本上面的知识 比起我上网讨论研究的所学 大概落后了十年的时间 与其继续念高中讨论十年前的题目 我更想开始直接做研究 所以我当时开始就再也没有受到所谓学门的限制 因为网路并不会限制 你要特定的学系才能够参与 而且超连接当然也不可能说 你只能连到同一个科系同一个领域 为了解决一个问题 我当然要看七个领域的材料 而且也不可能分别标注说 这七个是不同领域 你不能把它混在一起使用 但是当然这并不表示说学校就不重要了 我在中措之后所做的第一件事情 就是上网去看我附近的大学到底有什么课 然后我就跑去旁听 花了两年 我听了各式各样学门的课程 我还记得在当时的哲学课里面 有非常不同多的学门的领域来 这些学门各自不同 而且越不一样 牵涉到的越多 讨论激荡出来的火花也就越精彩 这是因为每一个学门 他看到世界的方式是各有不同 所以不论透过网路的学习 还是在课堂里面讨论 都让我觉得每一个学门 就好像天上的某个星座 星座从地球上看起来这些星星很近 但其实他们的位置是人为定义的 实际上每颗星星之间都非常遥远 因此我认为学习的重点 并不是要进入哪一个学门 而是你要解决什么问题 走向哪个地方 朝着那个方向走 旁边所有的星星都会是你所需要的素材 而它们拼出来的样子 就是属于你的独特样貌 这个就是我们12年国教 世信阳才终身学习的精神 即使看似遥远 各种不同的星星 我们都可以把它串联在一起 进而打造出属于我们自己的一个星座 我祝福各位同学在未来学习的道路上 都能够找到自己的星星 为了我们400多亿光年之内的可见宇宙的永续 做出独一无二的贡献 让未来透过你而来临 感觉 然后再接一下 我们在网 adverse感觉 我们在网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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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